大家好我是白丁 很多人都问我说日用是什么笔了 那我干脆就做一个视频 就这样子拍也比较简单一点 那我日用的笔 那我就干脆我直接先讲吧 第一支 第二支 第三支 那基本上其实就这三支 其他的笔其实我基本上连上墨都没有上 那唯独有如果说有上墨有空玩两下的 也就这两支 那基本上其实就这五支 那这两支其实非常少用 那我们先放一边 那首先都如果看我视频看久了 都知道我是一个水能控 那所以呢基本上 我基本上主力的一个笔都是水能为主 那为什么选这三支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开始买那几支 其实最后就是你还是喜欢那几支 那这一支的三支的定位 我只要讲一下三支的定位吧 这一支的话其实是艾成嘛 应该有看我视频应该都见过几次的一支笔 那我还有一支是这个树峰的 那这一支是F间了我就不打开了 那我平常用的是这一支 那这一支的话是一个sub间 就是一个平头间 那我通常就是拿来签字 比如说我这样可能是说Alan对吧 那我可能就这样子签个字 或者我平常书写就比如这样 呃 Thanks for having me吧 呃 Hope to 随便写吧 See You As always 那比如说这样子 就是说我这一支主要是签字笔 那平常写能看出来 其实我是偏初间的 那我这一支的话就是 反正你这样看到就是一个完全初间 我哪一下 我万宝龙的这一支EF来对比一下 能看到就是出息能差多少啊 那因为我平常有需求就是说需要签字的 那所以说这一支算是我很主力的一支笔 甚至我有时候做笔记吗 就是说呃 短笔记就是可能是这么小一页 那而且写字写这么大 而且就可能是说呃 等一下让我把这个写完了 那可能是说我这支先方便能 我这边这样子 我可能第一个第二个那第二个下面在这样子 然后吧吧吧 然后这里什么吧吧吧 再这样子 那我就会用这一支 那反就是呃 另外一个他比较就是说方便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主要写英文多了 所以说他出息对了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这支笔真的很特别了 但是用久了有一个问题 我这一支是一个呃 我不知道二代还是三代啊 我这一支肯定是一代的 但我这一支可能是二代的 因为三代是后面有一个那个贴片 那就是说爆杆嘛 但是我这几支都没有爆过杆 让人看到就这边是一个磨砂面有点 而磨砂加一个拉丝 那这边的人看到就他比较光亮的 所以呢就呃 而且就这个的话就是也是我很喜欢的那个金融先生 他本身也用的一支的一个低配版 他那支是高配的我这支是低配 那总体来讲就是说这一支算是我最喜欢 也是我最主力的一支笔 单纯是个人喜好 没有说很就是说非常很非主流的一支笔了 那再下来这一支是什么 这一支的话是怎么样 就是说有时候这一支它体型嘛 毕竟很大 那所以说我的三支笔的话 它基本上是这么区分的 大中小 那有时候我这支鞋累了 我就换下一支细一点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重量感不一样 这一支是最重的 这一支 然后再下来中间重量 但它是金属感也偏重 最后这支百利金的M205吧 最近我换成一个M肩了 另外那个EF肩被我收起来了 因为还是粗的用的习惯 而且写个人嘛 写英文的喜欢的是滑顺的就各种滑顺的 但是写中文喜欢就是说有点阻尼的 有点沙沙的这样子一个手感 那它的笔本身即使灌磨 也是比我的M800还没灌磨来得清 那其实就三支这样子换手感 那这一支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个长期书写的 我就会用它了 那这个的话就怎么样 这一支反正算是我无印是我第一支笔嘛 我第二支 然后第三支 然后呢再下来第四支 其实如果有看我第一集的话就发现 其实一开始那四支视频嘛 到现在为止都是我主力笔 其实就这么四支 那这一支的话是怎么样 就是之前这支笔 已经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白等等的问题了 我这一支是一个M肩的也是 就我是那现在能看到 其实我主力其实就用粗肩 细肩的话就是 我是为就是说观众大部分都是追求细肩了 那我所以说我大部分才买细肩 那这一支能看到就是已经打磨过 重新再调整过了 那能看到就是这里是弯的 能看到前端 我哪一个就是F间的一个总成给你们看一下吧 OK 那能看到啊这个 好这个又要拆了 那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备用总成了 你们可对比一下 这个应该是F间的一个总成吧 对对对F间 那你们能看到就前面那个 我这个地方它是弯往就是内内凹了 我这个是没有的 能看到F间的这个 那基本上就是差别就这个了 也好 这个先让我收一下放一边去 好那我们继续来讲一下那这三支笔 好那我们先给你看一下这个笔尖吧 可以吧 笔尖的话就是平常日用的话就是刚刚讲过的笔尖 那我们现在来放大的看一下 OK 看一下行不行 可以可以 让你看到完全就平坚很粗的这种 那这一支也是我用的最顺手的一个笔尖 看一下能不能技能找清楚可以可以 让人看到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来我转转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了看到看到就基本上就这样 那唯独可惜的就是很久了那摔过一次那这里头也是 呃熬掉了就是就有点小可惜吧 但是爆感上面倒是没有了 另外就这一支海运的话就是另外我比较喜欢它就是我我握比本身比较高嘛 那这几支都是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我其实海运我握到到都是到这个地方了 我平常就基本上架的很高这样子来写 那所以说如果是146那种其实它的笔尖不是特别适合我这样拿笔的人来写 那百利金的话我是怎么去拿就基本上我喜欢它主要就是这个重量 那你看我拿的话一定是到罗文的就是一握就是罗文那个位置了 但是反正我个人架的话也能架那写起来就是非常轻吗非常顺 那不像是M800那种偏重 而且偏重的话我还是喜欢拿一支就是说手感上我比较喜欢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第二支的一个海运的一个笔尖吧就是我这次已经调整过了 那还是让大家看一下因为我日用的话基本上就这三支我也不会变 这里能看到吗就是完全调整了 然后再下来就它的压纹反正都是还ok的18k间这样子 那再下来这里它是有点偏刀锋打磨这样子一个样式了 这边也是 那能看到吧这样 好不好意思 ok好 然后再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的一个就是百利金 那三支笔 ok那这能看到M间相当大的本利相当的粗 那这里再给你们看一下这边 好 那好然后再回到前面所讲的那这一支就签名和做笔记那这两支呢是怎么样 我是交替使换的因为他们两支首先长短不一样 然后那个就是重量也不一样 那有时候我写我通常就先是先用海运的那海运写累了 我再换百利金 那所以说百利金的话主要我也是喜欢它蓝色这个纹的 比较可惜的是它没有M800的版本 如果有M800的版本的话 我估计我就不会买我那支海洋漩涡和这一支我直接就录 这样子款式的一个M800 可惜就是没有 那我的笔就这样子签字或者就是说短笔记就是使用时间短的 以及那个使用时间的话就是怎么讲的 它是有一个桌面给我的 因为像M205的话我现在不知道明不明显了 如果是像我这一支的话吗 能看到一个就这种毛痕吗 后面肯定可能没有 因为有时候我在外面的话它这一支比较轻吗 那后面的即使我这么加它中心也还OK 我也还能接受因为笔毕竟要用吗 因为在我的一个定义里面笔必须要用放着好看的 那基本上是一个艺术品或者工艺品它不是哪用 那百利金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是 我本子放在大腿上面的我去听一个讲座 那我就这么去写 那另外一个的话是这样子 我还有准备的就是一支原子笔 就是这样子之前讲的笔套 这个你们懂的 反正我就这样子勾着 这一根是备用的 那平常出门我是这样 那有时候这样子三支笔 然后平常如果是说数据的 那我就直接一支原子笔 那如果是情况允许的 那我会用一下干笔 那这一支呢 这一支那有时候呢 会跟这一支白利金或者这一支 这三支的话出门就是换就换这三支 就三支选一支 那但是买的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一支 那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用笔习惯 因为就是他毕竟这个是油性笔墨 你与其用干笔去做一个防水的一个设定嘛 就是你干笔给他下一个防水的墨水设定 你不如一支原子笔就是更简单的去解决 那呃讲座的话这样子这一支反正他记也OK 但是肯定没有原子笔方便 那就取决于我那天的一个心情了 那这两支的话 但是我比较偏向是什么 两支一起交替用 就出门的话 因为一出去可能就说书写的时间可能也有 一到三个小时了 所以说长期书写来讲 以书写效率有优先 我选还是原子笔 那如果书写效率可能半个小时的 那我才会来选择干笔 那这也是我平常用的笔 以及我日用习惯就几个嘛 有没有桌子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以及我的一个书写时间长度到底有多少 那这也是我怎么样去选笔了 然后三年时间了 就我平到17年开嘛 到现在已经2020年了 三年多还没四年了 那也就是其实我到一呃一开始回头嘛 最后用还是这么几支 就这几支笔也没有换 到后面做那些视频的时候 就是还是没有比这三更好 那就是这也是我个人就 用完就是用了这么多年 就这几年的笔嘛 最后一个感想就是 一开始选的那一支的话 才是你最喜欢的那支 因为你第一眼看到它嘛 那就基本上这个印象还是非常重要 就第一眼的印象嘛 好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帮大家就是怎么讲了 选到一支自己喜欢的干笔了 我我自己是已经选到了就是 呃反正应该是不会变了 因为都用了好几年了 也习惯了 除非是说它坏了 那我可能是说才会去换 不然的话 以我现在就即使做视频还会做笔 但是我路用的还是这么几支 好那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那一个就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